故乡,学久没有回去了,自离开时,那时自己上前蒙的无知,而今,已进古兮,虽然在故乡生活的时间不长,却给我留下了那么多的记忆与思念,常常梦回故乡,梦中的故乡,早已物是人非,而我,却怎么也找不到儿时熟悉的那班警,那些人,常常失落的醒来,心茫然,不知所措, 故乡并非遥不可及,虽然三个小时的车程即可到达,但是生活中的左索碎碎,总是阻挡了回乡的脚步,从童年到少年,从少年到青年,从青年到中年,再从中年到老年,就这样,故乡离我越来越远,可以相见的唯有梦中,每到春节快要来临的时候,再看到漂泊在外的农民工, 他们有的拿着重重的行囊,拖着疲惫的步伐在等车,有的带着一种反相识的兴奋,托而带女行色重重地走着,在他们的脸上始终显露出一种淡淡的茫然,和一缕永远抹不去的乡愁,远离故乡的游子,谁的心中没有一处千万的情节,没有那亲切熟悉的相见,能够安抚她的操动 与胶着,多少在外打拼的游子重返故乡时,早已是两件无双和一颗充满苍疲惫的心,满眼的香愁却在不经意间,被某种跃动的情愫忽然打湿,幸福的泪光目然间,躺出了早已发热的眼眶,对于敲脱的游子来说,故乡是一杯浓茶,在黄昏的夕阳下慢慢作饮, 那浓浓的香愁,也是一杯纯酒,在冷凉的寒夜里温暖着寂寞的心田,远在她乡的我,每次看到眼前返乡的这一物,也会想起自己的家乡,抬头远望,多少年来,不曾敢忘,她乡的路走得倦了,走得久了,难免心灵会落满滋乡的尘埃,我也多么渴望,在故乡的小河边喜喜疲悲的身躯, 喜喜骚动的心房,喜是我那愁呛多年的香愁,我是在故乡长大的,在我的心田里是长飘当着故乡的刀香,在剩下的六月,期待着那一块快稻田,由青绿变成成黄,那是一种比金子更好看的颜色,那是一种让人看过一眼就能想起故乡的颜色,忘不了故乡那粗糙的无骨道梁,那原始无骨纯粹的清香,早已沉入了我的灵魂, 因此,在我的心灵深处,总能幻发出淳朴,多厚的品味,那也是我倦念故乡,由来已久的味道,忘不了故乡那些熟悉的景物,缅年的金色沙丘,和一望无期的田野,沙岛树怀抱的老乌和乌,后无声流淌的巧合,还有那不知名的花,和酷了油青的草儿,只了在生生的叫着夏天,而当年只向高远的我,心却早已飞到了遥远, 去寻找心中的梦想,总有淡淡的江潮,在青草覆盖的乡土上,卧在找寻曾经的那本记忆,曾经儿时走过的小路,也已完全变了模样,曾经屋前的那条小河,已被改造成了碧绿的农田,曾经那片倒进风霜的渣枣林,也消失得无影无踪,曾经屋后的大沙丘,也已被风雨岁月穿刷得低停了,就连梦中常遍记得寄于池, 也被今年的沉风染了,可是这份思想的情节,也就浑先梦想,浪雨淡淡的乡愁,也让我了解到,还有很多人从没离开过那片土地,但他们也同样沉浸在自己的梦里,并不知外面的世界多精彩,并不知这同样的时空,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,人生的幸福, 就是睡在自家的炕上,吃着父母做的饭菜,和家人闹着家常,看那满园绿油油的壳苗扮着清香,宁静静夜里的挖掌产鸣,装扮着互相的繁华与操量,在这个日新月地的时代,人们总怕落伍,急于认知新事物,追寻新潮流, 于是,我们的脚步在不断霸气的高楼玻璃墙间,变得机械和痴呆,我们的目光在流光一彩的烟火中,变得甘涩和平拔,我们的心灵开始麻木不仁,变得茫然和焦渴,缺乏了香愁的夜,总会让人难以宁静,缺少了香愁的黎明,有时那样的暗然,只有背负着缤纷的香愁,每一个淡然的日子,才只有灭想和色彩, 所以,当关键在,就要去享受生活,感受阳光,当还有时间就约朋友,一起感知人生的病先,幸运的人有个好身心,才能享受到幸福的晚年 小时候,香愁是一枚有小小的邮票,我在这头,互相在那头,长大后,香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,我在这头,互相在那头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